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我不是在荣城经营那个小院民宿吗 因为这段时间入住的客人比较多 所以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 当然出现问题咱们就正面面对积极解决 让大家也做到心中有数 别啥事都蒙在鼓里 先说改变啊 这段时间我在荣城的石岛那边 又添加了几个海草小院 就是那种特别有交通特色的那种海草房 但是定价呢 要比之前的小院子定价要高了一些 因为这边的装修成本贵了一点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 最近反映出问题比较多的就是入住环境的问题 农村的院子入住环境 肯定是没有市区里的那种五星级宾馆要高的 但是屋内还是非常干净和整洁的 这一点大家放心 如果大家来的朋友比较多 在小院子里搞搞烧烤 搞搞聚会 我觉得这点比较不错 就是那种体验接地气的生活 但如果您的要求是生活便利 购物方便 那村里的生活不太适合您 您可能还是需要去住在市里 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好自己内心的定位 第二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都问我 荣城有什么样的景点 荣城是没有太大的景点 而且景点也基本上都不在荣城市区 你像西峡口 纳湘海 成山头 这些景点距离荣城市区 大概开车都要在半个小时以上的车程 如果您的目的是为了逛景点 打卡拍照 我觉得您就没有必要住在荣城 住在微海更适合您 第三个问题 就是大家尽量要提前订房 如果您线来限定的话 很有可能没有房间 因为这个时候是入住率最高 也是人最多的时间 所以线上叫线扎耳朵眼 在这个期间是行不通的 最后呢 给那些想要最近来海边旅游的朋友 一些建议啊 就是尽量不要这个礼拜来 因为最近呢 这个天气啊 受这台风天影响 天天都是下雨 不是下雨就是阴天 所以看海的效果也不好 大家呢可以多关注一下天气预报 等天晴的时候再来海边玩 这样的话 你的游玩体验会更好一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